6月30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家欢喜顺德雾米洲这家店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们刚刚落座 他那个锅底本来是应该就是不热的才对 我们还没点菜呢 那个孔上面是有个封盖 有一个盖子封住的 他伸手一拍这个锅底就是热的 然后手立马就被烫伤了 手上立即起了起泡 小孩一直都哭的上下直蹦 然后他们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李女士的孩子两岁多 她提供了相关照片 画面中多跟手指上起了泡 医院诊断为二度烧伤 来到这家门店 李女士说当时他们就坐在这里 桌子中间火锅的位置盖着盖子 周边似乎也是金属材质 桌子旁边有多个控制温度的按钮 关于当时开关是谁开的 双方有不同的看法 店长提供了一段监控 看到这一段已经按到了 已经收回来了 这一段 我们是不是按开了 首先你那个是不是本来就是看到 可以从诊断视频给你们看是不是 客人来来之前已经关闭的了 因为中间有20分钟没有开这张台 如果中间开了一直开了六档火 一直烧的 20多分钟你想一下那温度 是36006瓦的 屏里面看不清楚 小孩只是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但不知道有没有按开那个开关 李女士表示监控画面比较模糊 加上有过路的人遮挡 看不清楚孩子有没有按过开关 监控中可以看到 是店员把儿童座椅放到靠近开关的位置 首先应该有一个安全提示的义务 首先宝宝靠在开关位置 你直接把这个宝宝椅拿来就往这一放 让我们坐在这里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 因为我不在第一现场 花了几百块钱 400多块钱 目前是这样 但接下来还有两个星期以后才能看所有的治疗费用 我一开始跟他们说 我说希望他们赔偿5000 他们觉得很高 但是我说的5000原因是因为 我每隔一天就要请假 带孩子去看病 这种来来回忆这种务工费 还有孩子的营养费 而且现在小孩只要一开车 他就害怕带他去医院 这种心理上的创伤 我们愿意赔偿小孩子探伤的医药费用 但是如果你说直接要求5000元的赔偿的话 我们觉得不太符合我们的范围之内 然后如果我们接受法律途径 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李女士向商场方面反映了相关情况 188黄剑记者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